這個人是誰你找出來沒有 如果他不是真正所謂的 中國大陸的網軍 他發給任何人寫的這個東西 然後現在被報導 這個新聞本身就是假新聞 觀眾朋友 如果你沒有辦法確定發文的人 他真的是所謂的中共的網軍 而且他真的要出錢跟你買 只是一個惡助紀錄的網友 他在愚人節寫的那樣訊息 你就把它當成是投擺投擺報導 這就是一個假新聞 可是總統府行政院 那陸委會都跳進來了 所有對於現在小燕總統的選情 有幫助的新聞都會極大的擴大 所有對於小燕總統的東西 選情跟初選有影響的 他都會講說那是假的 剛剛那個軍機 我們前一題不就是嗎 他直接跟你講沒有這回事 可是問題是那個報導內容的後半段 又有講台灣官員 似乎能夠理解川普的決定 所以就靜觀其變 我們等待我們相信最後會有 他也不跟你證實啊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每天我們在網路上 收到這樣子很多的訊息的時候 因為連續在網路上PO出 類似這樣的人非常多 那有時候你一個節日 一個愚人節一個情人節的時候 都會有大量的文 那這是不是所謂的 中共的這個網軍要買我不知道 那我剛回到第一題了 誰來界定真假 光是這個網路貼文 你都無法確定真假了 先幫我們查出來 這到底是真是假 還有這個消失的帳號到哪裡去了嗎 所以嘛 所以就你都已經 你都還沒有辦法確定他的真假 發文的人是誰 大家不是講嗎 當網路訊息不是確定的時候 你不要去以他是確定的立場去評論嗎 那現在的狀況不是 已經當然是事實 而且說已經準戰爭了 而且台灣快要往了 所以結論就是要支持小英 所有在貼這個文下面最後結論 包含那些在Depart裡面寫的 所以我們一定不能投給國民黨 一定要支持小英 那所以我回到一個原點就是 那投給賴清德可以嗎 投給賴清德好像也不行 你現在只能唯一支持小英 文到底是誰寫的 發出訊息的人到底是誰 你掌握了沒有 會不會其實就是你隔壁的那個朋友 這才是重點 沒問題